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便是一对男女嘉宾头戴耳机听音乐的镜头 有人猜测这是第四季马子强和孔如纯读出的画面 只不过女生这么细小的手腕明显不是孔如纯 看起来倒像是女四金家月 不过从官方播出的最新话试来看 启动mini date可能另有其人 在两天一夜远行中 男三张根源和女二王秋仪 陈宗伦同车同组 毕竟每个人都已经心有所述 相互间没有任何交集 所以三人行一路畅谈 非常愉快 张根源坦言 来到节目最大的收获是 遇到心动的人 已经向他们名牌 自己和李立双玉的关系 尤为关键的是 他谈到了mini date的作用 这或许会刺激到王秋仪和陈宗伦 从小屋嘉宾聊天可以看出 他们发现mini date球数量变少的时候 曾说到王秋仪和郭浩然 陈宗伦等都晚归了 但是这几位相互约会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王秋仪从事至终 至终情于男一薛泽扬 最后时刻 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浪漫约会 浪费在他们的身上 这也意味着 小屋中的几位嘉宾中 有人言不由衷 说不定是约会完后 先行回到了心动小屋 那么会是谁呢 王秋仪开启mini date表排薛泽扬 王秋仪跟张根源聊天中透露 薛泽扬并不是自己的理想型 但是他并不想去改变别人 而是更愿意去接纳 并发现他人的多面性 这是否说明 就算薛泽扬不是理想型 却是他愿意去接触 并深入了解的男嘉宾 而且相处的时间所剩不多了 被动性格的薛泽扬 依然没有明确地表态过 向来果敢 直求的王秋仪显然是憋不住了 尤其是在张根源和李念双玉 商向奔赴氛围的刺激下 他最有可能通过mini date约会 向薛泽扬传递自己坚定的心意 目的只有一个 成与不成都希望得到薛泽扬的明确表态 所以才会有王秋仪和薛泽扬 车里聊天的一幕 薛泽扬说 居然是你约我 我本来想说我约你的 王秋仪 急急罕见的害羞了 也能看出两个人通过这次私密约会后 感情得到了审闻 关系更加约定了 二 郭浩然晚归原因成名 郭浩然的遗团最大 前面提到的听音乐画面 上级的他和金家月 但是时间线却接连不上 若是在远行之旅之后 好像没有mini date的机会 若是在远行之前 那么后续他和李婉倩 金家月之间的拉扯就毫无意义 毕竟后续剧情能够看出 金家月已经偏向陈总伦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困惑是 心动小屋嘉宾 在猜测的时候 郭浩然刚好晚归回到心动小屋 李婉倩很好奇他干嘛去了 郭浩然的回答是回了趟河北 这个原因明显很难服众 节目录制到即将受惯了 在此之前 他可是心动小屋里最闲的人 早不回晚不回 偏偏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回了一趟 而且恰巧mini date 球又少了 郭浩然若是果真隐瞒真相 偷偷跟女嘉宾私密约会去了 这位女嘉宾必定是金家月 如此看来 下一期节目的的确是看点十足 郭浩然在李婉倩和金家月之间 来回拉扯 摇摆不定 这次约会或许能够解开谜底 而郭浩然内心的真正想法必将呈现 总而言之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mini date约会的机会 使用者必定是心意坚定之人 尤其是到最后关头 无论成败与否 他都想要通过自己的真诚 与努力得到明确的答案 这样才不会辜负这次心动之旅 也不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